哈嘍 大家好 我是益盛 歡迎收看每週二晚上十點整的益盛說給你聽 說出股市大小事 昨天呢我們剛過完了這個情人節 今天呢益盛又要來陪大家度過元宵節 連續呢兩個都是感覺有一些 甜蜜而且溫馨的節日 當然呢我也希望我們的益盛幫的好朋友們 在股市呢也都能夠嘗到 這種獲利而甜美的果實 那 不厭其盤的益盛在這邊呢要跟我們最近一些 新進的一些新朋友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益盛說給你聽的節目呢主要是幫大家來整理 一些重點 把近期呢股市啊一些重要的大事整理出來 方便大家呢能夠呢很快的 找到屬於自己有興趣 而且近期又有 體材的一些產業 可以來做一個追蹤 那千萬呢不要把這個節目呢當成益盛來爆牌來看喔 那 當然如果各位有什麼特別想要聽的一些 內容 或產業的資訊 也歡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另外呢 更別忘了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好那我們呢還有一個 訂閱5萬的這個 短期目標 需要呢各位好朋友們一起來跟 益盛來努力 那講完了提醒的一個事項 歡迎大家呢邊吃湯圓 也就是圓寶 那邊來聽益盛 說給你聽 首先呢 我們一樣來關心一下 這個國際股市近期的焦點 那上個禮拜美國 1月CPI公佈之後 對美股 可以說是 一波未平 一波又 又起啊 原本呢預計年增幅可能達到 7.2個百分點 結果數字公佈出來 年增率高達7.5個百分點 比預期的還要高 也創下美國40年來的新高 讓原本呢預估啊 這個美國呢 聯準會政策 帶領下 可以逐漸 趨緩的 通膨 緩解呢 希望呢 是瞬間的破滅 再加上俄羅斯 與烏克蘭邊境的 戰雲密布 戰爭呢可能隨時一觸即發的狀態 讓許多的專家已經預期 如果呢 二屋開戰 可能會造成 貝德的立場和政策 由因轉割 這種種的一個 因素也讓 國際股市的前景 更難預料 而且呢 這其中 國際的油價 是否會因為 衝突加劇而飆漲 進而引發通膨失控 也是一個值得大家關注的關鍵因素 因此呢 這個禮拜 即將要發表公開 談話的貝德官員 他們的談話內容 與態度呢 也受到高度的重視 尤其呢 在聖路易 貝德分行 總裁 James Buller 上個禮拜 曾經發表 希望在7月之前 看到升息100個基點 也就是大家所說的 4 之後呢 美國銀行呢 甚至指出啊 市場呢 開始預測 貝德可能會在 2月緊急升息 也就是呢 在非 例會期間 升息的機率啊 目前呢 拉高到30個 百分點左右 那貝德官員是否會再針對 升息的計劃 釋出其他 新的評論與見解 就有待我們持續來關注了 好 那接著呢 我們把這個 資訊拉回來看我們台股的部分 首先呢我們來關注一下 國內的半導體產業 上個禮拜我們有提到 各位呢可以關注一下 這個小甜心 4919新唐的一個法說會 那這邊呢我們幫大家稍微的來 整理一下這個重點 也就是呢 儘管消費電子 用的這個 8位元的 MCU 和教育 MBR 例如像是這個 Chromebook 等等需求啊 確實有明顯的修正 不過呢因為商用電腦的需求不減加上了遠端 伺服器控制的一個晶片 還有車用電池管理晶片以及公共用的 32位元MCU的需求仍然是大於產能的供給 那積極的調整 產品組合的這個 新唐 他也繳出了一個亮麗的成績 那對於整個2022年也釋出了一個樂觀的展望 甚至連旗下 6吋晶圓廠也因為 電源管理晶片的代工需求強勁 部分的產能呢也已經跟客戶簽訂殘約 所以呢像是新唐的副總楊辛龍先生就表示 他們上半年整體市場的需求能源大於供給 甚至呢會延續到下半年 目前呢也沒有看到有產能鬆動的現象 那現今呢整個MCU的訂單是相當的熱絡 特別呢在供控以及新人員領域 而且呢由於產能供給持續受限的原因 未來將會依照市場的供需成本的因素 適當的調整產品的售價 另外呢 一家MCU廠 就是這個6202的小可愛盛群啊 那麼也在上個禮拜呢 傳出了好消息 據傳啊 他在32位元的MCU 已經成功的切入 光牽收發模組 零組件的市場 而且也獲得美系網通大客戶的轉單 預計會在下個月 開始出貨 那這也是呢 盛群首度呢 順利打入過去難以打入的 雲端儲存設備的運用 那過去呢在這一塊 台廠呢 只有新唐部分產品線 能夠獲得呢 資料中心以及通往客戶的青睞 那隨著盛群成功的打入呢 也代表台灣在MCU產業的技術又往前邁進了一步 那近日呢這個MCU以及呢 這個模擬晶片的供應商啊 Microchip 據2021年多次 上調晶片產品報價之後 也再度的向他的代理商發出最新漲價行 宣布啊3月1號起要漲價 顯然呢這個晶片的短缺導致於漲價的情況未見紓緩 那台灣的MCU廠 是否會跟上 缺貨漲價潮 各位呢可以持續的來關注 好那再來呢 我們來關注伺服器相關的題材 最熱的喔近期呢 當然就是屬於這個散熱族群了 那在已經公佈的1月份營收的散熱族群啊 包含呢3017的齊鴻 6591的動力KY 3324的雙鴻 2421的漸准 以及6275的圓山和3338的泰塑 和3483的立志等等總共有7檔 通通呢都攀散歷年同期的新高 迎來他們史上最旺的一個成績單 那其中呢3024的雙鴻和3017的齊鴻 單月營收更是 高居歷史次高和史上地上 高啊 那整個散熱族群成長的三大動能啊 包括手機制服器還有筆電的熱版 而且今年的接單呢是持續的暢旺 加上呢今年伺服器將要升級嘛 那散熱族群呢在今年到明年的營收成長應該是 散不了熱的 那表現呢最猛的當然是山上熱市的雙鴻 今年的營收渴望受惠於高速運算與 半導體散熱產品佈局成果 加上呢同時啊 還有這個車用 伺服器與電競散熱需求的強勁 而且呢卑平品牌的智慧型手機增加散熱版的使用度 也有機會力拼呢全年營收 20個百分點的年成長 那至於3017的齊鴻則是受惠於今年北美雲端服務 的供應商啊 還有中國資料中心等等的客戶持續增加資本支出 再加上兩大晶片大廠Intel AMD推出新平台 刺激市場的需求有望持續推升營收的動能 也增加他的毛利率 那以及呢6275的圓山目前呢 著重在車用散熱相關的訂單人件度 直達明年的第一季 那正進行了新能源 車的一個風扇的研發狀案 希望今年內就能夠量產出貨 至於3338的泰塑內部者預估今年消費性的產品 成長的動能主要來自於AR、BR頭戴裝置 以及雷射投影機的散熱產品 那今年的營收呢也渴望迎來 雙位數的成長 那有這一些營收亮眼成績單的加持 也讓整個散熱族群 昨天在整個市場產檔的行情當中 可以說是呢萬綠從中一點紅啊 所以這個益勝啊 還是要提醒大家 進場點當然你還是要參考整個一個 技術面的操作 以免呢短線過度的最高 那緊接著呢我們依舊呢 再來關心到電動車相關的 全球的車用晶片短缺持續還沒有看到緩解的曙光 那所有的汽車製造商都在為缺晶片而苦惱 甚至啊 傳出南韓最大的車廠 現代汽車還考慮啊 要改用家電專用的IC控制器啊 來試圖呢藉此擠出更多的產能 來滿足市場的需求 那歐盟也提出啊 歐洲晶片法希望能夠呢加碼 投資晶片 提振歐洲的晶片製造佔比 尤其呢關注在鞏固 汽車的一個產業的晶片來源 那雖然呢各界對於車用晶片 何時緩解能抱持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不可否認的 車廠仍然是在往全面加快電動車轉型的路上前進 因此呢有些受惠的族群啊 也渴望了迎來迎運的高峰 那我們第一個要帶大家來看的就是 今年車用CIS風裝產能已經被客戶 預定一空的這個6271的同心電 這個安西米啊 就是安生美半導體呢日前透露 現今不論是車用或公共市場 都已經意識到影像感測器的重要性 尤其呢在整個汽車 配備安全功能 以及駕駛體驗優化需求的 提升下 安西米去年全年啊 這個車用感測業績年增 已經達到40個百分點 而且趨勢還在持續的增加當中 那作為安西米的主要供應商也就是6271的同心電 從去年 就開始執行三階段的 擴廠計劃 幅度呢還高達三成 而且全數呢已經擴充完畢 月產能攀升到1000萬顆 產能呢仍然還是被預定一空 顯然啊 這個 客戶的需求是越來越多啊 那再加上呢現金測量對於畫素的要求也提升 所以感測器的面積呢也跟著變大 那採用呢 IBGA封裝技術的優勢 也顯現出來 讓長期耕耘這一塊的同心電 也獲得日系和美系的大客戶採用 甚至呢是中系的客戶的高階產品領域 也有意改採IBGA封裝 那繼續呢 為這個同心電帶來新的 成長動能 那另外呢有消息指出啊 整個國際IDM廠今年要全力充斥電動車內建功率元件以及模組的出貨 讓像是呢這個5285的借齡可以直接受賄 目前呢預估啊借齡在功率導線價訂單人件度呢已經看到下半年 那也已經順利的呢打進了車用 氮化加以及碳化系的供應鏈 獲得國際IDM廠簽訂 長約 那今年的營運呢是有望續強 另外一個呢則是已經在電動車 充電槍佈局多年的 6217的中探針 今年是預計在第3季電動車充電槍的一個規格啊 呃就可以呢完備 那在去年營收呢創下新高之後今年可望 受惠於切入美系電動車大廠 以及呢美規電動車充電槍還有電動自行車充電針都已經開始出貨 整個營運呢可望持續 創下新高 那對於這些族群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持續的關注他們 整個後續的一個表現 那最後呢 我們呢再幫大家整理出來就是上個禮拜外資投信 同步買超金額的前20名 的一個資料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這個資料當中啊 兩大法人上週也就是呢在我們新春開紅盤之後第一個禮拜 主要買超的族群在電子股的部分 比較聚焦在呢 IC 設計這個族群 包括呢連發科啊還是呢高居板上第一名 以及其他呢我們也都帶大家呢從開紅盤之後持續掌握到 第一時間就轉強的 包括像是創委啊 新唐啊等等 這些IC 設計股 那以及呢其他的就是在於呢這個記憶體的族群 那麼兩大法人呢同步大股買超 包括像是呢這個華芒店 南科以及呢望虹群聯等等 那至於在非電子族群的部分呢 則是呢我們持續 領先帶大家掌握的 比較強勢的 像是呢金融股 以及航運類股 還有鋼鐵類股 那當中呢特別是這個航運的一個族群啊 那麼包括呢航空族群航空窗雄 都是把人呢同步買超的族群 那其實呢長榮行呢也已經從我們告訴各位的 從強勢反彈 現階段都已經進入到 回升的一個軌跡上 長榮行甚至在今天 才剛創下呢波段的一個性高的股價 那至於其他呢航運的部分 則由長榮 及陽明 都是同時獲得法人呢同步買超的 其他的細節呢留給大家呢詳細的再做個研究 那我們今天的益聖說給你聽呢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最後呢記得 幫我們按讚訂閱與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個禮拜再繼續說給你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